由于天气极度干旱 乔·德尔·博斯克今年在其距离加州弗雷斯诺很近的2000英亩农场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 现在他仍然寄希望获得足够的水来种植瓜类农作物 加州各地的农民表示 他们希望从管理水库和运河的州和联邦机构获得更多的水资源 今夏严峻的干旱导致许多人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田 农民不得不种植更多耐旱作物或寻求新的收入来源 72岁的博斯克表示 农业是加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州是美国蔬菜 姜果 坚果和乳制品的主要生产州份 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大旱大幅度减少了农民的灌溉 并迫使政府部门采取严格的家庭保护措施 对农业更雪上加霜的时 加州还经常会发生致命的野火 加州农民根据资历和需要从州政府得到分配的水 但就有农民表示 城市的用水需求和环境限制减少了农业用水 加州2460万英亩的农田中有近40%被灌溉 一些地区的杏仁和葡萄等作物需要更多的水才能茁壮成长 加州大盆地地区肯务局局长欧内斯特·科南特正在主持建设蓄水大坝项目 然而他表示 新建大坝旨在保护宾威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 无法解决近期的水荒 也无法为水资源分配提供帮助 如果您在这些泥孔搭配件上有效率 这四川的水平平均是在1977 reached100%的沙管上的沙管比较大均 今年2015年 一年又是2014年2014年2015年 所以我们幻沙管中量的水平均是非常可谓的水平均 世界了 我们不完全没有水平均能够能够额 不能够额 the water supply are water service contractors with the water supply so we've had to reduce their allocation to effectively zero